郭文贵 而梧子说 这家还要玩 这家还要糊 这个家还要糊 这家还要糊 该咋 爱咋 爱咋 不许他走得很突然 操劳了一辈子 只留下一处房产 二哥的女儿在独眼 不常回家 喜欢安静 需要着帮 三弟的儿子在恋爱 女孩挺漂亮的 外地人 他没有别的要求 只想在北京有个自己的家 我呢 我老婆去年下榜了 我插腿时摔坏了腿 一家人寄在九米的小房里 哎 一边是哥 一边是弟 老婆催着 孩子求着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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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咋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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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说 这个家还要不要啊 拜拜 我们走得到 拜拜 大家坐着 喝喝飞碰 你们说那个老师 来 说那老是二不二人 一个秃脑门 然后还架着个方框眼睛 秃脑 艾根在哪 艾根根呗 其实她也挺可怜的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你们听着我的话 没错 我就是早来的时候就看见她了 她好在这儿等你一天呢 是吗 嗯 活该 走 来 要不 那个 我还有点事 要不你们先走了啊 我给你们打电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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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 你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现在想看看了 一碗热汤扣在脚面上的时候 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这我气得高兴 我那两天心情特别不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已经把牛鞋都给删了 跟我有毛关系啊 一片云朵刮在天边 一声问候耳边 一个你就在我面前 对不起 哎 高兴 对不起 哎 高兴 我之前说一直都让你高兴 我没做到 其实 我也没脸来见你跟你道歉 但我跟特想你 我特 特别特别想你 所以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 只要你允许我每天来学校这儿看你一眼 我就心满意多 对不起 顾田 你老是这么一阵一阵的 你真的让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了 这都行 我 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下次的 你拿什么保证啊 我跟你写保证书 傻样 傻样 那倒不必了 只要你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就行 你原谅我了 咱们俩吃饭就 我饿了一天了 你怎么不吃饭呀你 我怕我出去吃饭 你出了我看不见你 傻瓜 走 帮你吃饭去 是 是 信票一共一百五 我来 行了 你有钱了 你走了之后我特后悔 我就参加了一个婚庆 给人家唱两首歌 赚了点小钱 你不是说那不是艺术吗 没办法 总得生死 行了 行了 自己攒着吧 我来 高兴 我想让你知道 我真不是永逸要花你的钱 我是真没钱 我要有钱我肯定给你花 我有一百我给你花九十九 这 这就是我真心话 肯定 咱们俩以后好好的 你再吵架一下 行 好好好 미안 你迷你了吗 车子太迷惱了 车不见不见 车 嗯 没事 你给我也擦吧 开吧 嗯 不开心 可以 破我秀吗 嗯 我看你了 他 那刚才给你送了 嗯 我想出去租房子 要不咱俩出去租房子做吧 嗯 不用你全部负担 我们俩一人一半 好吧 我是真的不想跟那个家呆了 姐夫今天来电话了 说姐啊 在医院还得住些日子 姐这回病得那么重啊 关键是姐这么一病啊 哥和二国这事 就没下文了 你说也没个着了 姐这回是不是装病啊 不能吧 我倒是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什么意思 趁这个时候多到医院去看看姐 跟姐啊多亲近亲近 你想 二国换索高飞闹事 姐对他们两家都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利用这个时候 让姐啊站在咱这边 一切都好说了 你刚刚走到家里 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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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 不知道 Jonathan 我以前的生日公跟いる人 estate 回来 大的 大友 说 生日公跟 最后我是 他是孙老板 好啦 原来 你会 suk到 我在 你会 在北京 所以我從中央到中央 我從中央生活到中央 我媽媽也沒有工作 所以父親都沒有錢 我媽媽給錢 那是父母的姿勢 你還記得 所以你現在是甚麼心情 你才来过来 但是 你从来没和我说过你的声势 我发你笑我 我怎么会笑你呢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 真的 其实 只要你答应了和我一起住 我不用你付钱 不用我付钱 真的 我真的不用你付钱 我有办法 我有钱 可是 没有可是 你和我都渴望有一个家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可是你的 用你的钱 这样吧 帮助贵你 谁的没去贵我 困难是 展示的 最后我毕业找到工作 我们就好了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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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还有什么 你这么没人都心慌 你踏实坐会儿 不是啊 我姐夫今天给我打电话 说我姐得住几天一遍 一瓶 那么严重啊 这次气得够强 有啥事求你辅吧 昨天往家里送了一袋山药 你说你姐是生高飞的气 还是生咱家的气啊 都有吧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和同学吃饭去了 我和同学吃饭去了 好 我觉得咱家不能太被动了 你现在咱们是把老大和老三 得罪得死死的 大姐再不支持咱们 这房子也定保不住了 是啊 我这半天躺里边就没睡着 好 姐住院倒是个好机会 要不咱俩买点东西看见大家 你这个点儿去 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这临时抱佛脚呗 那行 你够点钱 要钱干嘛呀 你什么去要钱干嘛呢 你看我姐你不买点水果什么的 这个 你看姐买点水果 买水果的钱你身上总有吧 行行行 你还真买水果啊 我听说老三 每次看我姐都是咽窝 你知道吗 两箱两箱都没 我姐才对她好的 一般朋友 一般朋友 那 那得多少钱呢 我哪知道 妈 你算这个账啊 你给大姑花了钱 大姑愈高兴支持咱家 这房子不就落到手了吗 一般花香啊 这人都平时是说话 一说话还行啊你 换换 那行 那就买 那要多少钱 你可给我二百块钱呗 你现在就太厉害了 爸 嗯 你知道好的烟窝要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怎么也得一两千吧 什么 妈呀我开一天车多多钱呢 一两千块钱 你们要在乎钱就别送礼 你们要送礼就别在乎钱 找我们那可可缩缩的样子 有意思 你懂个屁 你赚过钱吗 你知道现在赚钱多困难吗 我们又不是大款 辛辛苦苦的挣的都是血汗钱 那不得能省一分是一分吗 这就是 二伯 要不你就 咱就先买点水果去看看你姐 探探你姐口风 她要是支持咱们家 咱再花钱也不迟嘛 她要不支持咱们家 那钱不白花了吗 那行 买点水果钱我还用吗 不行 黄黄 你别走啊 你说给大姑买点什么水果好啊 别挨挨的 这么大姑娘的以后别别别屁 屁的 爷爷 对不起了 有什么东西 公主起床啦 早餐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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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古田 我饿了 古田 古田 我饿了 来 喝点茶 你唱的 伟哥们儿 出专辑了 是是是什么 伟哥们儿 出专辑了 伟哥们儿 不是你呢 那小子参加电视台西人歌手大赛 拿了第四名 让唱片公司给签走了 就这火锣澡哪还有人签呢 古田 要是你去参加那个比赛 肯定能拿第一 那也得能参加呀 为什么不能参加 报名就层层筛选 这小子点正 他分那预赛组全都是业余的 不然早淘汰了 我就怕到时候我点被 你说分一专业组 我就歇菜了 这倒也是啊 不过 要是有电视台的人能说话 我估计预赛组不用参加 咱直接进决赛 真的 那 那让谁说话呀 你 你上次不是说 你表哥在电视台做的那制作人吗 对啊 不过他又能说句话 没准我能拿第一 是吗 这个呢 到那时候啊 又唱片公司签我 我还抽演出嘛 咱还抽钱嘛 那你到时候不就成大歌星了 你就是大歌星女朋友没有啊 我也跟你做经纪人 女朋友见经纪人 等等等等 女朋友见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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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哎呀我最近减肥呢 不吃啊 来来来 这才是你给我嫁的份上我给你个面子 好 你是要往来吗 你不想用来吗 我葱味我怎么给你 别乐了 我妈的装病了 装什么病啊 我妈不在的 我们就没法开会 她们只要不开会就不打架 所以我妈一直在医院躺着呢 就为了这事一直住医院 那得多贵啊 贵 我实话跟你说吧 如果钱能买来家庭和墨 我宁可请家荡产 这话好像有点着理啊 你呢 你相不报了吗 老婆给你警告 你说这事吧 我来先去吃饭了 我说错了 没有 没有 放了 我不吃了 下午孩子都会了 我先去准备准备准备 去去不吃ели 还去准备吗 不玩了 不先下去啦 吃 departments 拜拜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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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 完蛋了 又得IP了 绝对不能报这个 不能对不起胡小廷 姐 看报纸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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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来呢 这不听说姐病了吗 赶紧买点东西过来看看姐 您上班啊您呢 网红中班我一会儿出去 我说的 坐吧 姐 您还生过气呢 姐 我们知道我们做得不对 可 可这事也不能全来二国呀 是哥先把我们家锁换的不是 二国举报的 那因为人家二国是正规出租司机 看着哥拉黑胡把他给举报了 那也是二国的义务 您说是不是 姐 姐 这次我把哥和三儿确实得对惨了 您说您要再不理解我 我觉得我都没办法 哪又不这么严重 姐 我们真没做错什么呀 这房子我们一直住着呀 陈爱萍说我们私藏了爸的股东手势 他那是血口笨人 他根本没证据 可他 哎呀 哎呀 嘿 可是他吞了爸的钱 我可是有确凿的证据的 我下回拿来给您看见 二国 哎 王红 我这刚说完夜 我 我想睡会儿 我有点累了 你们不是都上这儿班了吗 快去忙去吧 好 姐 行行行 我 别说了 让让姐姐睡会儿刚说完夜 姐会想这个事的 姐 我们走了 哦 那姐 你好好歇着啊 好好歇着姐啊 哎 好好歇着啊 这水果您吃了啊 姐怎么爱咋不理你呢 哎呀 我不是说你 你还是说的 一掌口就倒倒倒倒倒倒倒 没完 哎 咱今天是来解决什么事啊 这 那陈爱萍倾天罢了钱的事 你 你非得今天说 你别看我姐病着呢 你想说我 我看出来了 姐呀 就是偏向老三 幸亏没给她多活气 行 你干嘛呢你 嘘 二姑啊 啊 在哪儿呢 走了 他们也来看姐啊 壮傻充愣 其实比谁都紧 俩小市民 这你够不成的 姐 三伙呢 姐 来了 坐在这儿 姐 才几天啊 怎么瘦了一圈了 谁说的 我瘦了吗 瘦了 老后还说我这几天胖了呢 那是姐夫心疼你 怕你着急 快走 姐受精神 在那儿笑了 还赶紧做个自治 还给姐的东西拿 姐 买什么东西啊 这是极品血液 补血的 对您对身体有好处 是吗 我看看 还瘦特意给你挑的 什么高级的玩意儿啊 血液 这下花钱 有事吗 怎么了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了 想您了呗 总念得说想姐想姐的 刚才在门口看这二国 这么凉口子了 来看看我 还买了点东西 那个 这二国这抠门也不分时候 就买这么点水果你说 这也是人家的心意 是是是 你以为像你呢 这傻花钱 姐啊 您说自打咱爸走了以后 咱家这事啊 是 算了 算了 不说了 免得惹你不高兴 我跟爱萍商量了 郊区有个温泉 那经理跟我关系特好 等你病好了 咱们全家人当着洗温泉去 对啊 对 叫上大国和大嫂 还有啊 王红那两口子就够呛了 人家整天忙着挣钱呢 不过叫上欢欢啊 对 咱们一家子人出去乐呵乐呵 对 能去都去 太好了 我就盼着咱们这家 好好地出去玩一玩 姑娘 买个手镯呗 就您这气质再带一手镯 绝了 你收镯子吗 收镯子吗 收 收 只要好东西我们都收 那你看这个呗 我 我捧着你看 等下啊 这水头 这脆色不错呀 老物件吧 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可惜了 祖上传下那留着不就完了吗 你卖它干吗呀 你要不买我找别人了 别别别 准欠 准欠 您准备卖多少钱 你给多少钱啊 这个 现在还真没法说 您看这么着吧 我给他照两张照片 给我们老板看 你不是老板啊 我这是给人打工的 看摊的 行吧 那你照吧 来 来 姑娘 你给我留一电话呗 有信我告诉你 还是你给我电话吧 我联系你 行 姑娘 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你是不是那 你认错人了吧 今天开会没IP啊 还没来得及骂我呢 老潘就接电话走了 点挺正啊 他总有回来的时候的 喂 邀姓 请我吃饭几个意思啊 好 知道了 应酬很频繁 妹 我知道 你在你们家的地位高呗 老有人请你吃饭 在我们家地位高 算了吧 只要请我吃饭准备好事 如今啊 一会儿缺钱了 我妈那边的人啊 做的每顿饭都不好吃 真的 算了 我送你吧 不用 我打车吧 你快去吧 好吧 拜拜 祝您好运啊 一会儿我买单啊 你还有钱吗 应该 够吧 快 拿着拿着 谢谢 够吧 客气 表哥 表哥 这呢 这是我男朋友骨铁 骨铁 给表哥汇料亭 哥 坐吧 哥 你吃点什么 学音乐的 对 哪个学校毕业的 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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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熟啊 哪一届哪个系的呀 我跟你们林副院长特别熟 哦 我是专科的 哦 来 表哥 嗯 骨铁他 想上你们那个 新人歌手大赛的节目 好啊 马上报名不就得了吗 哎呀 这不就是来求你了吗 嗯 我们想让你给说说话 直接进决赛 哦 我说怎么无聊 我请我吃饭呢 哦 不 不是 我们请你吃饭 就是想 感谢您上次 借 借我们钱 其他都是次要 你上次借钱是为了他呀 不是 不是 是我们一块合租房子 骨铁的钱都花完了 你不说 我不能 就让他一个人都花钱吧 可我妈又不给 这不就向你借了吗 对对对 对对 我当然是不让他花呀 他非要说 表哥 我跟你说的那个事 上次高飞 求我让他女朋友上节目 这次又是 你们俩合计好的嘛 高飞哥 那 那 那我可不知道啊 哎呀 哥 你管他呢 你帮我不就完了 求求你了 我没答应高飞 也不能答应你 如果你们真的非想上的话 就按正常程序来 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我还没说你呢 越来越不同 你们俩合住 你爸妈知道吗 表哥 千万别跟我爸妈说啊 服务员 点菜 我告诉你啊 顾田 给我妹好点 一定 一定 什么人呢他 装什么呀 看不起谁呀 不就一破纸片人吗 又不是台长啊 是啊 装什么呀 还认识我们院长 吓死谁呢他 高飞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 就跟我直说 我还不求他了 我也不知道我表哥今儿怎么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行了 其实这顿饭 不还是我可请的吗 他请就对了 我冲他那得意 我还能请他吃饭我 好了 好了 回头我再问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高飞 我跟你说 今儿我全冲着你 要不早不给他面子了我 好好好 你最厉害 没胃口啊 我一想起我们家的事 我就一点都吃不下去饭 这两天我也想你们家事了 你别说 还真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什么办法呀 要不然 我找他们谈谈 你找他们谈 他们能挺你的吗 试试看呗 起码我站的角度比较客观 那你就试试呗 多少钱 你们这个啤酒多少钱 大渣的五十八 小渣的三十八 你给我上去那是大渣还是小渣呀 大渣 大渣 我点的时候我说大渣了吗 这个下面表上都写着呢 您说要一渣啤酒 我们以为是大渣呢 那个 我说要一渣你就以为大渣 你怎么不以为是小渣呢 先生 您这就 我这什么了 多少钱我来 不是 我点点点 放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不是钱的事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骗人 不来 放下来 我点的时候我说要一渣啤酒 对吧 你给我上了那个一大渣 你怎么不问问我 我现在我要小渣了 你给我上一大渣 这怎么算呢 可您也没说要小渣呀 对啊 不是 那我没要小渣你就给我上大渣 你这不骗人吧 你 你赶紧把你经理找来来 行 先生 要不然这样吧 我去问一下经理 能不能把您这二十块钱抹去 您看行吗 你这是 是 是 你跟我瞪个眼睛 你说能不能把二十块钱抹去 我差你这二十块钱吗 我告诉你 你这就是骗人你知道吗 我不是差那二十块钱的事 陈婷 我告诉你啊 我肯定不给你二十块钱 来来来 你给我算多少钱 陈婷 你不是找什么了 请不请你别请 我跟你家是旁边都没问题 就去一拉车里跟人吵架 刀飞 你能够大气点 我跟你说 这不是大气不大气的事 你那种小店 它就计划账 你要不认清看 你就请怎么挨拽 高厅餐厅不计划账 你什么体验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说会要给你出来吃饭 你非拉着我出来吃饭 你要摆喝就摆到底啊 有劲吗你这样 不是 咱说明白啊 我请你吃饭 还醒了错吗 小娘 你最近怎么了 你怎么就看不上我了呢 花飞 我说咱俩适合在一起 什么呀 你要跟我分手啊 啊 啊 我觉得咱们那日子 分开一种时间的 是为什么呀 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的啦 是不是因为房子的事 不是因为房子 是因为 我们的性格问题 不是小娘 你别提性格问题好不好 你认识我 我就这性格 你那会儿没说我不好啊 要是因为房子啊 我跟你说你别着急 我现在正在努力呢 你千万别因为房子着急 好不好 你给我点时间 我跟你说不是因为房子 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呢 那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你不学无术 你从来不努力工作 一定能把你吊儿郎当的 你什么你都没有 其实 你干 你看我 我知道我不努力 那我跟你说 我要改 对不对 我真的要改 我弄上房子以后 在这结婚 请家立业 对不对 你现在别着急 我跟我爸都在努力呢 我沿下了房子 很快就会到手的 贝贝 我累了 我想回家一个人静一静 你别跟着我 行吗 贤贤 这么听我说 你 你不用送我了 我自己一个人走 不是 你说你天那么黑 你 好了 我一个人走 不叫印房子吗 至于吗 就你一个人啊 进来吧 表哥 你今天那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什么意思呀 你看你那个态度啊 对人家不冷不热的 你说 你是不是打心眼里瞧不起顾铁呀 我更重一个字啊 不是瞧不起 是瞧不上 为什么呀 你是不是觉得他没钱呀 高显啊 你哥我从来都没有瞧不上我没钱人 哪怕是一个路边捡垃圾的 只要他靠凭自己的双手挣钱 我就尊重他 可顾铁呢 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明白什么呀 我就问你 你这个忙 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啊 你管家里借钱是因为他吗 你租房子是因为他吗 到我这儿来借钱 是不是还是因为他 你那天脚趟上来过来向我诉苦 是不是还是因为他 不全是 我问你 你们俩在一起是你花钱的 还是他花钱的 我们互相花 你跟我说实话 哥 你看 谷铁他是搞艺术的 跟你们不一样 你也知道 像他们这种搞艺术的 收入都不稳定 没你们有钱 但是他说了 只要他有钱 肯定会给我花的 我相信他 哥 你看 他是我朋友 你就帮帮他吧 我告诉你 我就看不上这种打着艺术家的旗号 专门骗你这种无知少女的骗子 你胡说 胡说他才不是这种人呐 他不是那种人 他哪种人啊 你告诉我 来他哪一种人 反正 他就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 我警告你要高兴 赶紧跟他分手 我不跟你废话 那是我的事 你管不着 你要是不听我的 你会后悔的 救护 请 看呀 请 好 行 谢谢您好 欢迎欢迎 您好几位呢 找谁啊 男生女生呢 这三个男的 您里面请 姐夫 我来吧 没有 行 我来我来我 您里面请 姐夫 二伯 姐夫 这不对啊 她 她 她怎么来了 不说好了吗 就咱们仨人啊 对啊 我这找你们哥仨 来了 二伯 不是 你跟我们哥仨谈 你先打电话告诉我呀 就早知道她来 我不来了 我就怕你不来 才没告诉你的 来来来 不是不是 坐坐 你这不是啊 坐坐坐 来 你看 坐 来 二伯 来来来来 走 我跟你说啊 大秀住院这学生这做 是吃不下 喝不下 我是外人的 按说我是不应该多嘴 不过看大秀这样 我心里真的难受 所以我就作为回答 代表大秀 把你们丧都叫来 好好好说 你们都是亲哥们地下 把话说开了 成吗 成 把话说开了 先让她还我两块钱 凭什么呀 你说凭什么呀 就凭你 告诉我开黑车 我被罚了两万 你不是我罚的 你开黑车该罚啊 你说什么呢你 别 你别说一遍 都不跟我面子 是吗 好 姐夫 公共场合有点素质性 什么叫 大伯 咱们现在不说这两万块钱 成吗 那说什么也不说 咱们就单说这房子 成吗 就说这房子 我跟你说啊 这些日子啊 我是左思右想了 我想了一办法 你们要觉得成呢 还有这么办 你们要觉得不成 咱们就算了 我回去跟大小爷有个交代 姐夫 你说你说 咱爸那房子 咱们现在是经济时代 是吧 我是说呢 谁要 谁套钱 咱请一个评估师 给评估一下 这钱肯定比那个市场价要便宜 对吧 谁要是想要这套房 谁就拿钱 这钱 那三家均分 谁不出亏 谁不赖便宜 好吗 姐夫 你这个主意有点意思啊 这样 这样 我请我们银行的评估师 给咱爸的房子估下价 我同意 我不同意 姐夫 不是 你这么弄下来 咱还是我家吃亏啊 您想啊 我是没钱 我还有钱买了几房子 我早买了吗 我 我非跟这儿争什么争啊 我跟你说 您这 您这话里话外 一句都没向着我 大伯 你要想一分钱都不拿 就得这套房 这块嘛不得闲事啊 我没说一分钱都不掏 谁说一分钱都不掏了 是吧 我给市场上掏点 我是做大哥的 多少我也得意思意思啊 肯定这么着我不敢 那你这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不会就拿几万块钱 就把我们打散了吧 那我没钱啊 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我 要不然你借我 借我 行吧 你这事爸 我还正想过啊 拿你现在 我们住的这套房子 做底押贷款 然后拿这钱来买房 不是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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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拿我们家现代的房子 给抵押出去 完了变成钱买房 谁还贷款的 你儿子还啊 姐夫说的有点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你虽然你现在这房子 小点旧点 但是我可以脱关系 把这价给你估高点 回头高飞还不就完了吗 不是 这 这 这事 我 我 我做不了主 这 我得回家 跟那个张岚啊 还有高飞得商量商量 是吧 那你商量商量 好 那个 三伯 我怎么都行 是我买的房子 把钱分给大家 还是大家买房子 把钱分给我 我都行 好 那个二伯 你呢 姐夫 就这事是吧 我还把我回去想想啊 你想想啊 哎 对对对 姐夫 你 你 他还干嘛干嘛去 哎呀 就脑里全是钱 哎姐夫 这个房子 这个贷款 这个事 怎么怎么弄啊 这个 他 他明白 是 Nirvana 亚 溝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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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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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